哈啰,我们今天要来住北投的亚太饭店 我们会在这边住一晚 我们这次的房间被安排在三楼 一走进走廊区就会闻到一股很浓厚的硫磺味 因为有特别跟饭店说要亲身 饭店就送了一瓶酒 还有他们工作人手写的卡片 还蛮贴心的 我很喜欢他 还有一个小和式的设计 而且这边的采光超好的 因为和式旁边就是浴室 所以跟房间的中间呢 有一道拉门可以拉起来 就保有一些隐私 有温泉、山泉跟热水三种选择 山泉就是冷泉 就在我们刚进房间不久我还在拍浴室的时候呢 我在浴室里面发现了一只超大的苍蝇 然后我就打电话请服务生他们过来解决 因为我们把浴室门关起来了 然后所以我本来以为他们是会派人过来打苍蝇 结果柜台直接打给我说 会帮我们升等房型到九楼的房间 那在看新房间以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亚太的一些其他设施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被升等候的房间吧 那在九楼房间的面积应该是比三楼的房间面积要来的大 但老实说我比较喜欢三楼的格局 而且我还很无聊上了他官网去查 这个房间是不是真的比较贵 那官网上当时的定价是 好像比我们本来的房间贵了大概2000块吧 那为什么我会说我比较喜欢本来房间的格局呢 因为本来房间有那个小和室嘛 但这个房间的话就没有和室了 变了一个比较像客厅的感觉 我们这次住亚太是没有赴晚餐的 所以我们晚餐就下去捷运新北投站那边买吃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往回找之前的影片 第二天早餐是自住式的 然后我觉得以亚太的这个价位来说 他早餐这样真的是不太行耶 就选择没有很多 然后东西的品质也说真的 没有到很美味 但是要不太行耶 对吧 然后我再能够吃点 有点赞 我们下班冰西铁 这一人就会吃点 我们下班冰西铁 这里面的地方 我们下班冰西铁 我们下班冰西铁 就会吃点 我们下班冰西铁 我们下班冰西铁 好啦,那這次北投亞太的介紹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歡迎按讚、訂閱、追蹤唷